靈活小白錠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技軟骨素膠原錠 邀您貢賞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今天節目要來告訴大家 身體是如何成為疾病的溫床 好辣醫師團又有哪些驚悚的事件 好辣軍團們有什麼經驗要分享呢 十番小副理師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最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到了一個婦人 她大概五十六歲 然後肚子就突然間就 也就是 五十幾歲懷孕那太厲害了 當然不是 是喔 所以她就去檢查 就發現她裡面有一個肌瘤 這個肌瘤多大呢 什麼 她比我的頭還大 這麼大喔 對 然後就在她的肚子裡 大概七點九公斤 所以等於是兩個寶寶的大 就是在她的肚子裡 那一定養很久了吧 有可能像最近疫情嘛 大家都不敢去看醫生 那搞不好拖久了 這個東西就會越養越大了 所以醫生常常說 身體有疫症就要檢查 當然可能因為疫情 這一年會成長太多 有可能 搞不好現在醫生看到的 所有的肌瘤說 怎麼這麼大 下一條這樣子 對 不是 我們就第一段來討論了 到底能把體內的義務養到多大 我是之前一直有肌瘤的問題 那到四十幾歲的時候 醫生其實會建議我們要 就是定期的去做抹片 然後最好就是五十歲以上 要每半年去追蹤 就是你可能有肌瘤的問題 因為最容易在停經前後 會有癌變的可能 對 那我就是在去年初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懷孕 我陪她去回到我的那個 林木森婦產科去檢查 結果她就說 我的肌瘤還是有 可是因為我現在要停經了 那也不大 所以也不建議開刀 可是我的卵巢 右邊有一個 大概差不多三四公分的一個水泡 然後醫生就說 你要半年追蹤一次 我就想說 好半年 你知道嗎 其實我去年去檢查婦產科 之前又是一兩年的事情 所以我中間都是隔很久 對 我是那種非常不聽話不配合的人 然後結果 我就後來完全沒有去看 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是一直到 我的 對 然後吃飯的時候 就很容易覺得很飽 耿住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 以前我酒量還不錯 然後我也不會吐 可是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大概有喝過兩次酒是 第二天吐 第二天中午以後吐 我就想說完蛋了 應該是我的腸子長東西了 腸胃的問題 那我就去照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的腸胃鏡 然後順便做那個癌症的那個 就是追 癌症的那個篩檢血液吧 指數 對 指數我就順便一起就做了算了 結果我就想說 我這邊痛的話是不是 盲腸炎 可是又不是 因為盲腸炎會很痛 那我想說是不是我的膽結石 因為我膽結石 大概二十年前的話 像個一公分這麼大 那我後來有在檢查 十五年後檢查 大概已經差不多五到 像五塊錢那麼大 真的隔很久 對 可是這不是重點 你都不會痛嗎 不會 然後我就跟醫生講 醫生就覺得 不像這個也不像那個 我自己又去搜尋 右下腹有什麼器官 好像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器官 可是就是走路會悶痛 因為疫情嘛 我也不喜歡運動的人 我會在家裡跳一些健身操 跳繩 然後跳跳就覺得 怎麼這邊悶痛 我講不出來的痛 所以我就去醫院檢查了以後呢 其實腸胃沒有問題 然後有一個癌症指數 對 那因為我這次檢查 我還有照超音波 那照超音波呢 我的膽結實依然在 那其他的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是腫瘤指數 這個胰臟腫瘤指數的話 是需要照CT的 所以醫生就安排我照CT 可是我當下就回去搜尋 我就想說 我那好吧 就算今天如果是胰臟癌走的話 應該也比較快不會拖 我就想說 我反而輕鬆了 你知道我去那天 我去看報告的時候 我去量血壓的時候 是170 170 然後我說阿姨 因為有義工阿姨 我說阿姨你們的基金是壞了嗎 說沒有啊 你是不是剛進來 你都要休息一下 結果休息十分鐘回來 150 所以我就是那種 會沉緊 你們再休息一下130 這樣子 一天就過去了 我就是那種 會很緊張的人 你看我去醫院看個報告 我的血壓 可以飄到170 因為我平常 應該沒有高血壓 那結果看了報告以後 我的胰臟沒有問題 結果是 沒搞錯吧 我那個時候 一年前 因為這裡才三四公分 水壓怎麼會十公分 而且那個醫生看了 大概就是說裡面 沒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陰影 所以可能就是說是 良性的機率比較大 可是也是不能排除是惡性的 好可怕 我說那這不開會怎麼樣 他說不開會影響你到生活 我說好沒關係 那我就說 我再看看好了 再看看 十公分 因為他症狀只是喝酒 第二天會吐 對 我就想說我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那時候就已經有疫情 十公分 真的耶 可是我想對 我就想說 好吧 那就等疫情過去再開好了 這就是我很好的一個藉口了 這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開始疫情 然後慢慢不能出門 比較更嚴重的台灣 我這邊就不行了 我就是 疼痛的機率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我就靠吃止痛藥 我還會吃止痛藥 好能忍 真的耶 這個藥好像比較有效 那個止痛藥吃的沒有效 結果後來有一天 我實在受不了 就今年六月的事情 我早上九點起來 我就覺得 我就開始冒汗了 早上九點吃了一顆止痛藥 然後到了九點半 九點四十都還在痛 我又吃第二顆 完全沒效 然後我就問那個 我的那個婦產科醫生 我說怎麼辦 他說那你先來醫院好了 你先來醫院 我幫你打的 用打的止痛藥的話 會比較快 讓你那邊補痛 因為我不想開刀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變成我的藉口 起碼要等到疫情過去 因為我不想找 醫護人員的麻煩 還有我是怕 卵巢拿掉以後 我的皮膚會變差 或者是些什麼 所以我就是找很多藉口 不要開刀 可是我那天實在是不行了 然後我就到中午 我就去醫院 那護理師幫我打了那個止痛針 完全沒有好 更痛 打止痛針還不會壓喔 壓不下去 天啊 然後我運氣又特別好 那一天 剛好就是很 診所裡面的很多護理師 要去打那個疫苗 我就在那邊一直等 然後醫生 我也是臨時的嘛 那醫生是中午 我就幫人家接生 所以我從早上一直拖 拖到下午 然後中間還要去篩檢 那時候有住院嗎 還沒有 只是在外面等這樣 對 我只是在外面等 而且我只是打 想說打完針就可以回家了 就沒想到說不行 沒有 因為我沒有好 我完全沒有好 我從小到大沒有那麼痛過 弄了半天 到了下午醫生才有空 我到開刀打麻藥之前 我連填開刀同意書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眼睛 天啊 眼睛 我眼睛已經看不到了 你怎麼可以忍到那個時間 痛到冒冷汗那個 對 我真的痛到不行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看不見那個字 天啊 快點 一大堆要提 快點拜託我真的不行 你這樣一棒打死我算了 我跟你講真的痛到我不會形容 真的很可怕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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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 終於就開完了 醫生已經縫完的時候 我剛好醒來 所以我說 多大啊 是不是像壘球那麼大 因為我心裡想說 再來像壘球嘛 頂多 不好意思 是籃球 你來看一下 籃球 這樣是多大 沒有 對 這個後來醫生說 像哈密瓜那麼大 哈密瓜 對 那其實照的時候是10公分 其實因為它是不規則的 所以是15公分 去年等於是一年多 一年多 怎麼快 怎麼長那麼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我說 我就問醫生說 為什麼那麼痛 他說因為它在裡面 扭轉了三圈 天啊 對 如果說我不趕快去開的話 它有可能會破掉 而且開刀的 開刀也是一個技術 因為我已經這麼大了 如果我不用剖腹的開法 我用那個內飾鏡這樣開 可能那個會破掉 而且那一破掉 可能就會蔓延全身了 當然是 對 所以是已經拖到非常嚴重了 然後所有的護理師就說 小燕姐 你好能忍 我這麼大 對啊 對啊 我就想說 哪有 如果不痛的話 我還不會想要來開呢 這麼痛的事情 我們聽得都好痛 真的 我們想都覺得 沒有辦法了 對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你怎麼不開刀呢 對 我就是不想要開 我就不想去面對 然後我就說 這樣子它長那麼大 可是我這樣開掉的話 會不會就是一些 女性的特徵就沒有 比如說什麼皮膚不好這些 醫生說 你那顆卵巢早就沒有用了 因為它卵巢得那麼大了 那我現在基本上是已經 割掉右邊的這個卵巢 我左邊的還在 那我有問醫生說 那我左邊這個會不會有 醫生說 基本上就是半年就是追蹤 還是要回診 還是要看一下 醫生其實當初有說 如果打開是不好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卵巢子宮 全部都要割掉 這故事也一直告訴大家 跟疫情其實是沒有關係 那你有什麼不舒服 就趕快弄 對不對 那疫情什麼時候過去 沒有人敢說 保證什麼時候 現在生活會不會這樣 也不知道 只有能找到這樣子的 就是給你一個心得 對 其實告訴大家 能夠起早處理就處理 我覺得是早點處理 因為醫生如果 我真的聽話 每半年回診的話 他說不定用內飾鏡 就可以幫我處理掉 我不用再開那麼大的刀了 而且要花好幾萬 那你還有一個膽結石 你為什麼不割的時候 對 我還有一個膽結石 你為什麼不割 那個順便把膽結石給拿掉 對啊 把膽結石給拿掉 不一樣 我這是婦產科醫師 不能順便這樣割掉 不是 如果他全部都是割腔鏡的時候可以 割腔鏡轉下面開碗槽 再會一般外科去找上面可以 可是他現在是下面剖腹一個刀 你要他把他刀疤拉到上面去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那個聖結石 我就常常講 當初聖結石我提早說要去弄 醫師就建議 你現在沒有症狀不要弄 結果害死我在痛 你懂我意思嗎 對 以我的觀念如果我有這個 我知道他以後會發痛 那不如把它弄掉 你要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經那種痛的感覺 因為那痛好像真的很痛 這是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所以他們那種效果 還有什麼都拿掉 我那看他脂肪瘤 不是我的 我不要 跟我做人是一樣 不是我的 我不會拿 非常正 但醫生都會拿給你說 胡先生你們看一下 這是本來屬於你的東西 那天皮膚科看我腳有黑字 說這個可能 我就...不是可能 我們錄完影 錄完影八點多 我就跟醫院講 叫他留下來 我九點半就去割了 你這樣真的很棒 我速度快不快 我快到嚇死人 我會捨不得 像我這顆膽結石 我養了 不是我在想說 養了這麼久 我現在這個膽結石 我還在想說 這顆應該是整個圓的 不會痛 因為如果是 可能是碎了就會痛 所以我這顆大概 再歸一陣再去開好了 很多疾病 不要太相信Google大神 因為他其實在講的東西 其實跟臨床上 有很大的差距 是喔 其實你的疾病 一開始 他是一個很簡單的 他就一個很單純的診斷 就叫卵巢扭轉 他可能一開始四五公分 在那個地方 那因為我們的卵巢的結構 是在子宮的兩側 他會晃動 那他可能小的時候 晃過去晃回來 沒問題 可是他 當你晃過去晃不回來 就像一個牽球 他就越轉越緊 所以你會開始 會有噁心想吐 因為一個東西在裡面揪轉 所以你會噁心想吐 對我那一天當天真的有吐 其實你當初如果在四五公分看到 開刀 他可能不會扭轉 卵巢也可以 也許可以保留下來 可是像剛才看那個照片 其實他已經整個都 壞死掉了 那壞死的組織 沒辦法寫一公分 他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黑掉了 為什麼一般民眾就是 你常常跟他講 比如四公分五公分的 你叫他開刀 他就覺得你們要賺我的錢 叫我開刀 沒有影響什麼 那事實上不用經歷到 最後變這麼痛苦 是 對不對 就是你的觀念是什麼 有的醫生講說這個是四公分 你問醫生 醫生絕對不會說 但是說 你說 是不是這樣 瓜哥講得很對 但是有時候 假設你沒有急著要拿 至少你要密切嘴腫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個案 他就是一樣也是這樣 45歲女生 沒有結婚 沒有過性經驗 這樣的女生 她會覺得 我跟婦產科是絕緣的 所以她就是一直大 她的肚子就越來越大 那她的朋友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肚子不像是胖 你還是去看一下婦產科 她就真的不去 她說這不是 你看我這肚子就吃得很好 很胖 那那個女生本來有一點 微微的胖 然後後來她就是 不得已被推 因為她開始壓到會痛 然後我就看這女生 她說有人叫我來看 我肚子越來越大 那我那時候就請她 躺在我們的床上檢查 一摸促整她的肚子 摸起來是硬的 你不覺得摸下去硬邦邦的嗎 她說不是 我的脂肪層 我說脂肪是軟的 不是那種硬硬的 那她就死不相信 我說那我們去照個超音波 果不其然超音波一照 就從肚子照 大概量起來 那個肌肉大概 有二十公分的長度 天啊 你們可以看到 右邊那一個 這個像小孩 但沒行動 你看那個螢幕都斷滿 這只是一個角度而已 因為那個太大 超音波的探頭 大概只有這麼窄 所以它照起來是非常大 太大顆你就要小心 當然我們就害怕 它是惡性腫瘤 對 所以後來就跟她講說 你還是建議你開刀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我們建議是這樣 因為你長太大 但是因為它大得太快 你看到這種程度 醫生還不跟人家講 你絕對要開刀 醫生就把架子讓給它開 不是 都沒辦法 他們就說你討論 對 因為她就不願意 我說你 因為我們來 她只來一次 她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那電腦斷層也做 癌症指數也抽 還好癌症指數沒上升 電腦斷層打出來報告 她覺得是良性的大的肌瘤 可是因為長太快了 所以我們跟她講說 我還是建議你開刀 這張是 當初我的手 你看整個螢幕 這次我把她的那個大子宮 抱起來 整顆都抱起來 她接受手術 她整顆球 差不多像一個籃球吧 大概這麼大一顆 對 那因為她45歲 當時有跟她討論 你這個要切 可能 第一個子宮也不飽了 那你就乾脆 你也沒有要結婚了 乾脆考慮就子宮摘掉好了 那她也同意 因為避免擔心又復發的問題 這個圓圓的球 就是那顆子宮 這個子宮就跟她離開了 切掉之後 最後當然最重要是 病理報告 那病理報告出來是良性的 就單純只是一個激流 或許她當年有早一點追蹤 或者有的 現在有一些藥物 可以做一些治療 她就不會搞到 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對 所以真的還是呼籲大家 就是有疾病還是要追蹤 即使說觀察 拜託也是請你大概半年 一年去你的專科的醫師 去做一些評估 黃醫師那你就建議幾公分 是可以追蹤幾公分就 大概只要大於六公分以上 就可能要密切 甚至要開刀了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她的 半年內長大速度 兩倍以上再快速增長 那就一定要的 那就一定要開刀 因為還是怕惡性的 沒有人願意說沒事就去開刀 對 有的現在因為過去開刀 可能留八 現在技術很好 是 對不對 對 有時候六公分七公分 不要看到不見棺材不掉 一直留 如果是那種小小的兩三公分 然後去開 應該也不會怎樣吧 但兩三公分你叫她去 還說實在 要是我們在我們身上 我們也想說先看看吧 真的喔 但要去追蹤 對 那有的人就很果決 有的人果決就會去弄 我的情況跟友莊姐姐很像 就是我突然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的下腹就是很痛 超級痛 痛到那種冒冷汗 然後 我那時候在外地我想說 我本來想說先回到 就是我住的地方再去做檢查 但是我真的痛到就是 就送急診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 也找不到原因 然後直接照X光 發現裡面有一顆 我覺得很大 對 十三 然後那時候我的胃已經被擠到 就是變形 然後醫生也問我說 你都沒有感覺嗎 因為她身材是比較瘦的 所以十三公分擺在裡面算很大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跟醫生講說 那時候就是怎麼運動 我的肚子都瘦不下來 而且是右邊的 都瘦不下來 然後我還覺得說 對 我還覺得是這樣 然後醫生就說 他們當下還是不知道說 到底是什麼情況 然後他就說 可是你這是要緊急開刀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的家人都在高雄 我必須得還是得回去高雄 然後我就半夜的時候 就趕快轉用回去高雄的長根 然後他就幫我初步做檢查 然後我到現在還忘不了 就是那個醫生就是突然 就是凌晨的時候 到我的床邊就跟我講說 對 然後那指數過高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開始哭 我就想說 因為他跟我講說就是 如果萬一就是開出來的時候 是惡性的話 就必須得子宮卵巢都拿掉 我想說我還沒有結婚 我還要生小孩 然後我就一直哭 他就說只是他們初步判斷這樣 然後一切都是要等到 就是剖腹的時候 才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 然後我媽那時候還 因為這樣才幫我就是吃素 然後幫我禱告什麼的 對 然後還好 真的是還好 開出來是良性的 就是只要把腫瘤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那時候我因為工作就是 比較繁忙 所以那時候我還特別就是自費的 就是一些 讓復原期比較短的一些醫療器材這樣 然後確實開完刀 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真的是體力很不好 然後那時候只修了四天 我就回去上班 那其實事實上醫生是說 要修三個月 然後一直到我康復之後 回診的時候 才醫生跟我說 你的情況算是比較嚴重 可能就要長期吃藥 或者是半年要追蹤一次 而且像以後可能類似可能 豆漿不能喝 或者是像山藥或是補藥類的 都不太能吃了這樣子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半年都要觀察一次這樣 然後他叫我趕快把小孩生一生 因為他說這個復原 就是復發的機率其實蠻高的 身邊蠻多女生都有這種疾病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的身邊的女生朋友說 你們就算是很健康 就是建議就是半年 就是至少就是 花個150塊掛號費 然後去做個超音波 因為那時候其實醫生跟我說 我的情況是假設 如果是很小的話 然後其實是可以 但是就說因為就是可能過大 然後所以 而且又是惡性的 所以他是必須的剖腹 然後我現在可能就有一個 10公分的山口就在這裡 就像剖腹層那樣 對 為什麼女生這種長 這種瘦怎麼特別 這個米奇的診斷比較像一般做 可能是巧克力囊種 所以他叫你不要吃一些雌性素 那我們通膠卵巢 有一個指數是CaE25 所以有時候會追蹤這個值 如果有時候CaE25 只能一抽出來 六七百七八百 你當然就會 我是四百多 年輕女生 你會覺得這個可能會惡性 可是一般有時候看起來 開出來大部分都不是 對 但是你不能說高就絕對安全 那也不是代表低就絕對沒事 所以真的當你的大小決定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以手術 最後拿出來的病化驗為主 眼見為平 對 所以這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還是呼籲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 假設你有一些特別的家族 或者你真的有腹痛 還是定期去做個超音波檢查 有時候不要等到很後期才看到 那可能有的時候就會來不及了 米奇從你告訴你說 這可能是惡性 到說不是惡性 你人生有改變什麼嗎 天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 他跟我講的時候 因為我三天內就開了 然後我跟我媽媽陪著我 然後我都覺得就是 人生好像 其他事情好像都沒什麼 對 因為經過這一層的巴皮 成長了對不對 對 然後 沒有 但是我覺得我 就是那時候我剛推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還不敢問說我到底是 良性還是惡性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的肚子真的消耳 因為本來是很大 可是那時候是大顆到 醫生要手術之前 他內疹就直接可以摸到 那顆腫瘤 真的嗎 對 然後反正就是 醫生就是出來 都沒有馬上跟我講 是我一兩個小時後 然後媽媽就說 謝天謝地真的是 還好是良性 然後就說 蛤 是良性 我以為是惡性 所以你才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 又哭了一個小時 會覺得說 還好我的子宮和卵巢都保住了 對 他現在做的那邊是 彈效逢生 對 那是喜貨重生 我覺得對他的人生 一定是有更進一步 對 可能會眼光會放更遠 真的是不太一樣 就覺得好像 人生的挫折好像 沒什麼 好像是真的就是 我覺得人生最健康最重要 在困難時 你就覺得沒有比這個大得 對 就是健康最重要 對 所以這個是老天爺給你的考驗 那對金友章 他應該是沒什麼改變 我其實從我的遺葬指數高出三倍 我就有心理準備 我可能是遺葬癌 所以呢 一直到後面只是一個卵巢 我這個叫 所以就覺得就還好了 我已經做好最壞的準備了 因為他人生碰過太多 太大風大了 我跟你講 瓜哥 我不開到我還有個理由 我說不行 我已經剖腹三胎了 我已經化過三次了 那我還有捐贈給我媽一次 也是同樣的地方 我說可以割那麼多 那第五次耶 醫生就說 那你是精膨 他什麼都經過 但對他來講不一樣 對 他那麼年輕 他真的從他宣布說可能是惡性 到他說是兩性又切掉 現在坐在那邊侃侃而談 我覺得他的人生 可不可以更樂於去助別 幫助別人 對 對不對 有能力去做 所以我覺得是一直跟我朋友 是身邊女生的朋友講說 拜託你們一定要就是 必須做檢查 真的 剛剛聽到這麼多 那個卵巢的案例 真的是替大家很高興 因為聽到的都是良性的 對 像我的同事 也就像妹妹這麼年輕 是惡性的 一旦大起來 併發覆水 一下就走了 因為癌症是沉默的殺手 所以沒有發現 有的時候也不能怪人家 說不來追蹤定期的什麼的 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 一旦發現就很大 但結實 瓜哥結實過 結實這玩意兒會痛 能養到這麼大 那也真的是 我要是不痛我也不會去 對啊 也不知道 對不對 我之前遇到一個阿嬤 因為阿嬤 所以就平躺 那這種臥床的病人 所以就血尿 或者是小便灼 這個蠻常見的 所以一開始家人 還會很積極的 帶他來看醫生 感染有出血就 血尿就來看醫生 久而久之就覺得 就是感染嘛 就不帶來了 那有一天我就接到急診室 他說血尿這個病人 血尿 感染 發燒 那請你一定要來急診室看 那當我看到這個X光片的時候 我想說下面那個白白的那一團 大概是打過顯影劑 他可能是前幾天做過顯影劑 所以整個膀胱都充滿了 這個顯影劑 圓圓白白的 問病死 沒有阿嬤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他都是在家 那是什麼 後來仔細一看 整個膀胱都塞滿了結實 那一顆就是結實 我以為他是雞要生蛋的 對啊 他整個膀胱 我們膀胱容量大概500CC 所以他整個膀胱灌滿了這個結實 都被結實塞滿 因為他是過床 所以他也不會嗨 到急診室一摸 就可以摸到這個石頭的上 這麼大 那這樣子大的結實 他有可能會壓迫到兩側塑尿管 導致整個腎臟積水 進一步就是腎臟壞掉 就要洗腎 我就想說那我開個刀 就像下腹這樣子開個傷口 直接把石頭拿出來 結果呢 這樣子的一個感染型的傷口 它不會好 因為它有細菌 所以你傷口會潰爛 所以那個 那這個部位又是膀胱又在裡面 所以它會漏尿 尿液裡面的細菌就仿佛感染 所以它那個肚皮的傷口 搞了半年 好了又潰爛 潰爛又輕 輕了又在縫 縫了又在爛 因為細菌一直在那邊咬 所以反反覆覆這樣子的傷口 搞了半年 好不容易才不漏尿才搞定 那也告訴各位觀眾 即使是老人家這種臥床的 有血尿 有發燒 有感染 還是要來醫院 這個超音波石頭不大 掃一下超音波馬上就可以解決了 不要養到這麼大 那其實一般女生要有膀胱結石 不容易啊 女生尿都要那麼短 平常漏尿都解決不了了 還有一顆石頭塞在裡面 其實是不會的 其實每個人真的個性不一樣 我自己的案例 他是一個四十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因為 然後就到鄰近的那個小診所就診 那看也看不大好 到我們醫院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幫他做檢查 就發現他在 有一個 像水泡的東西 但是問他的病史 因為他 長期有 所以 那這個比較像是一個 假性囊腫的東西 胰臟假性囊腫 一般也是六公分 你在六公分以上的話 比較容易有這種 出血破裂感染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到八公分 所以我們建議 你這個胰臟的這個囊腫 應該是要去做一個處理這樣子 而且他 但是他後來就說 好那他知道病因就好 他就回去了這樣 隔了大概差不多兩個月 兩個月的時候是急診室口我過去 那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他來急診的原因 是因為他 到兩萬多 有那種發燒的一個狀況 然後呢 後來他們在急診幫他做一個 重新做一個斷層 發現那個 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這一次 我先幫你收住院 把感染打下來之後 你應該要考慮手術 可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是 他為什麼會答應手術你知道嗎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當初八公分跟你講的時候 你不肯手術 因為他說 他那時候酒還喝得下去 十二公分來急診的時候 他會答應讓我手術 那個就是 酒霜不是吐 酒霜不是吐也不會來 真的 所以他才願意讓我手術 那我們手術的時候 因為胰臟的囊腫不太一樣 不是說切去把它割下來 確定他不是惡性的時候 然後就去把它胃或腸打一個洞 讓這個胰臟的液體 流到這個消化道裡面 因為如果你只做切這個動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產生更多奇奇怪怪的併發症 而且他胰臟一直分泌的話 會反覆不會好 斷端如果不好的話 一輩子會反覆發作 所以當你切片確定不是惡性的時候 你去給他做一個 接頭的一個引流動作 他這個問題才能夠解決 所以其實一樣 就是有些病情 不要等到養到很大 他要去做處理 其實早期發現的時候 聽醫生的指示 早一點做處理 併發症會比較小 我看聽到前面很多 大家分享就是比大的 然後我再分享一個 他是比一大串 他比多的 那我這邊手上有個案例是 大概就40多歲的女性 那他最近的話就覺得 好像吃東西都比較容易飽 比較容易脹脹的這樣子 那所以大便又變細 還有一點點出血 所以他可能原本想說 可能是一些痔瘡的問題等等 好 那就跑來看門診這樣 那其實大家聽到 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或你自己有發現這些症狀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趕快去 照個大腸 那要變變細是因為 它粗量的問題 我們也會變細 偶爾也會變細 但是它是會越變越細 它是長期性的 對 長期性的 所以他覺得怪怪的 所以聽到這些大腸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照個大腸鏡 我幫他排個大腸鏡說 哇 不得了 剛剛提到的是大 它是一整串 像葡萄一樣 長了一百多顆的食肉 點了一百多顆 而且一般來講 對 然後大家我們平常去做健檢 可能你去看到洗肉 我幫你切掉一兩顆 不是 它是一百多顆 那你們一次切不完 一百多顆嗎 沒有辦法整個切掉 對 那這個通常都是一個 所謂的家族性的 一個遺傳性的洗肉 而且它癌化風險也還蠻大的 它原本的話正常 我們可能說零點幾公分 它那個都長到兩三公分 長得很大 那怎麼隔 要分好多次 對 這種的話 因為它癌化風險太大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它說 真的要把整段腸道 就全部都把它移掉這樣子 再把整個大腸就移掉 對 整段要全部移掉 沒有 因為他們這一種病 大概到最後百分之百會變成癌症 大腸癌的情況 所以其實整段大腸都要全部拿掉 對 我們曾經遇過就是整個家族 他整個就是 就是從二十歲開始 就是開始一直追蹤一直追蹤 其實他們從很年輕 就知道有這樣子的很大大小小的洗肉 可是他就是可能哥哥 就是哥哥他本身就是已經大腸癌了 所以已經把它全部拿掉 然後整個人就是被折磨到一個很不行 所以他的弟弟 他也是說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追蹤 然後整條就是整個追蹤到他 差不多我們覺得已經差不多不行了 我們也是會建議他先手術 不然其實你已經轉變成癌症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東西一發不可收拾 你後面這個可能會更嚴重 所以有時候你說你還沒去做大腸癌這些 我做了 我就是因為就是吐 第二天吐 然後吃東西哽哽就是很容易飽 我也有去做嗎 有 我就是大腸癌一起做 因為現在有無痛的 那你這麼多年沒做一定有息肉吧 沒有耶 沒有嗎 沒有 我的腸跟胃都沒事 息肉耶 沒有 我的息肉都是長在我的腹科方面的 我的腸胃其實是好的 因為上次有那個誰來 他也是他也是沒做過50幾年 做了27顆 美照你美照 美照姐 他在這邊講說 他的意思還一次就把他割完 說怎麼可能 太長了 要分批吧 因為我覺得你們工作的關係 是外食足 我比較不是外食足 所以我可能就是這方面 比較沒有那麼好 這有時候三年兩年去做 都還有一顆兩顆這樣 對 結果我50年都 52年第一次做就還沒有 那你真的滿厲害的 你看到沒有 一百多顆 一百多顆 對 那這個症症當然要整個都要拿掉 是 因為我在 曾經看過一個門診 結果就臨時有一個病人說要加掛 我就想說是怎麼了 他說實在太痛了 沒有辦法 我就說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加掛 那加掛進來之後 他就一直站著 然後手就是扶著他的屁股 然後不敢坐下 我說請坐 我們聊一下到底什麼問題 他說 沒有...我不敢坐 這個太痛了 我就說 好啦 你確實看起來很痛的樣子 請問有睡好嗎 他說沒有睡好 所以他頂著兩個 黑色的這個熊貓眼過來 我就說請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 我這裡屁股實在太痛了 醫生你幫我看一下 我痔瘡跑出來了 結果他一躺上去 我一內診就這樣 又一搬開一看 我就 好 這個應該是非常痛 因為他兩個痔瘡 應該是說他的兩半屁股中間 不是一個肛門嗎 那這個肛門 它是兩個很大的檸檬麵包 吃過吧 那個大小 對 兩個檸檬麵包這麼大 就是整個蟲在外面 蕭醫師也不要這樣 不敢吃檸檬麵包 蕭醫師也不要這樣 這是台中頂獎 可送 你可以找別的嗎 檸檬麵包不敢吃 例如說是蝸牛的殼之類 陳醫師說 該講可送 對 就是那種形狀 兩半在那個地方 然後它還有一些皺褶 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黑黑紅紅的 這個已經開始壞死了 甚至已經發出說 我們那種腸子心壞死掉的那種味道 對 那表示說 它這個真的已經痛到一個不行 它連做都沒有辦法 睡也沒有辦法 再也都很痛苦 我就說 這個你可能要緊急手術 我們去真的是手術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能做 因為我只能直接把它切掉 我只能把它整個剪掉 因為它實在太突了 突到我連肛門都找不到 對 所以我只能先把它切掉一半 那這一半切掉之後 因為我們畢竟肛門要考慮的 不是只有痔瘡切掉這個問題 我還要考量到說 它開完會不會肛門太窄 或是肛門撕進這一類的問題 結果我就切掉一半之後 發現它這個東西 真的大到一個不行 它整個就是拖出來 我們其實也可以說 它是肛門拖垂這種問題 所以真的是切完之後 我另外一半慢慢修 我盡量保留它的這個肛門的碾磨層 其實開完之後 它整個人就是神清氣爽 它完全就是一下子就下床活動 然後就趕快回家了 它就連流都不想流 因為它覺得 開完刀的這個術後的這個痛 根本跟它當初的這種比起來 根本不算什麼 接下來我想 我們大家疫情都在家裡 沒錯 結果第一 很久沒有見面 然後一碰面就是問說 你有因為疫情而怎樣嗎 可是還蠻多人有 因為疫情還反而變瘦了也 道遠 道遠就瘦了 還有梁鶴群也瘦了 對啊 看你怎麼 一般胖的時候比較多 因為點外賣很多 對 然後都不動 然後都不出門 反而是那個 反而當然 健身房沒開放 可是有時候大樓裡下的健身房 還是很多人在跑 有用死這些 你這樣說我突然覺得 我們家樓上陽台還蠻多人去的 對 大家會找時間去活動 對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樣病情變多 有可能 兩個禮拜前 我才遇過一個女性 大概40歲 她在這 我們從五月中 五月中開始三級 對不對 然後一直到這疫情到現在 她在大概五月中 她確認中這兩個月 她胖了23公斤 她本來的身高大概156公分 然後86公斤左右 她來我的門診大概86公斤 那時候她就是跟她先生 直接急急忙忙到門診 然後就是說 無論如何不計代價 她一定就是要 直接手術把它變瘦下來 因為她覺得 我們跟她分析說 你要循序漸進要什麼 她說她已經沒辦法接收 因為她之前 在這個疫情之前 她是公司的那個類似公關 要跟客人這個應酬的 那本來一開始疫情的時候 她很開心 在家裡覺得平常工作好忙 她就很開心的跟先生在家裡 甚至還會開始有一點 喝點小酒慶祝 但是疫情不久之後大概快 將近聽說她講 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後 他們公司就close掉了 所以後來也是愛喝酒 但是喝的是一種失憶的酒 對不對 所以她的體重 就開始直線上升 然後可能也用吃來發現 以前她在工作的時候 還會去健身房幹嘛的 現在也都沒辦法去 所以短時間內就急速升高 那急速升高的時候 好死不死在 為什麼她這時候先生也非常支持她 急著要減重 因為後來他們公司關掉了 可是因為她以前人脈還不錯 後來就有其他公司要挖腳她 結果她說 我現在以前那個樣子 跟現在差了20公斤 我怎麼去見人 怎麼去interview 怎麼去面試 所以就非常非常急著 要去做這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說 在這一段疫情期間 大家有些運動都已經沒做了 所以運動沒做的狀況底下 你也不要就是說 因為工作突然放輕鬆 然後你的心態放輕鬆 所以你對你的飲食 熱量都沒有去節制 那這樣就會導致 像這一個這樣的後果 對 會變成說很極端 用手術去解決它這樣 對 運動當然是對身體健康 可是你靠運動來減肥 幾乎不太可能 不可能 還是要靠飲食 飲食 對不對 你吃要搭配運動 才有可能會瘦一下 要不然運動員都是瘦的 對 沒有都是壯的很壯的 MBA不是打成這樣 對 像瓜哥你講的沒有錯 在減重學來講 飲食占70% 運動占30% 那也的確沒有錯 就是說其實 飲食也可以去 故意吃成養肌肉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其實一般的運動員 他們不同類型的運動 他們有專門要養的體系 對 所以配合它的飲食 吃的不要一直吃高蛋白的東西 蔬菜有沒有攝取得很好 吃也不見得 你要隔十幾個小時 一天吃兩三就會手不見的 我看很多人有兩三小時吃一吃 他越吃越瘦 因為他運動量也大 對 所以搭配你的飲食 所需要的熱量 對 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飲食很重要 但是一定要 要攝取均衡 然後蔬菜水果水分一定要夠 因為疫情 做真的大家在家裡 然後蔬菜保存的也不易 大家攝取的蔬菜量一定都不夠 那我這邊有一個案例 就是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他來的時候他也是一樣 就是一樣跟剛剛摸 摸著他的這個屁股過來的 都是摸的 對 因為太痛了 才會這種臨時過來 那他一樣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那這樣子在工作 老闆又看不到 那吃飽睡 睡飽吃起來 就這樣子 我今天反正 今天的工作量做完就好了 他也不一定說 趕著這個時間 一定要做什麼 結果搞到後來 自己有點日夜顛倒 再加上飲食不均衡 蔬菜攝取量不夠 大便祕 結果一個用力 這樣子大的情況之下 痔瘡整個就是被擠出來了 對 那一樣流大雪 這種流大雪的情況 任何人看到的都會嚇到 就趕快趕快跑到這個急診來 那一樣跑到急診來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頂著熊貓眼 因為他這個東西實在太擔心 也睡不好什麼 結果我一跟他講說 弟弟你這個真的不行 還是要手術 我們一樣要空腹六到八個小時 因為麻醉的關係 結果他本來就已經聽到 他可以手術 都已經快高興 然後眼淚要掉下來 結果一聽到 要再等六到八個小時 眼淚就流下來 在我整天那邊大哭 我說沒有關係 這個我們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就會環節你的情況了 結果他開刀的時候 他就真的是開完刀的時候 就是大喊就是說 我以後一定要 要攝取足夠的蔬菜 水腫跟碎菜 很大喊 喘喊一下 又信 如果前半年一年又忘記了 吃的吃的也很容易 真的 人是健忘 人真的是健忘 那我真的覺得 吃的東西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家三個小朋友 我又跟爸爸一起住 所以上有老 下有小 然後自己健康很重要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在疫情之中 每天都在面對著 我要吃什麼 我要喝什麼 然後小朋友要怎麼吃 那煮來煮去都會覺得 再怎麼煮你想要清淡 吃到後來都會變得平淡無味 什麼都不想吃的 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在生活中 有很多很多 在台灣自己 我們自產的東西 有非常多很棒的東西 像今天我帶來這個 這個是米穀粉 米穀粉 它非常非常特別 它就是用純米磨成的粉 然後所以它的運用度 非常非常高 像我在家裡面 像我們有時候會想要 小朋友想要吃餅乾 那我就會用它來代替麵粉 然後可能做一些蔬菜 或是海鮮 把它做成煎餅 那甚至像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家裡面會 做勾芡 想要做點勾芡 但是其實芡粉的東西 對於身體有負擔 對 它其實可以來代替芡粉 對 然後還有油炸的東西 它也可以用來代替 油炸那些麵粉 或是油炸的酥粉 那因為它是純米做成的 所以它基本上呢 它的稀有率 是比很多麵粉值要來得低 因為沒有膚質 不會造成身體 有這麼多的過敏性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個米粉 在市面上面買的米粉 大部分都可能含米量 可能只有50%左右而已 但是呢 這個是百分之百純米的米粉 所以它的質度比較高之外呢 它是可以不用什麼先浸泡 所以在做的時候 它會比較快 然後比較方便 所以在吃的時候 你也會感覺到 那個米的香氣比較足夠 我爸爸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這個炒米粉 他覺得會比 一般我們在外面吃到什麼炊粉 或是水粉那種 吃起來的香氣更足夠 其實我真的覺得米飯很重要 這一款冷凍炒飯呢 它是冷凍 但它因為它是冷凍的 所以呢 它有抗性澱粉 那它這樣一盒的炒飯呢 它裡面呢 它幫你做蔬菜肉類都搭配好了 很方便 你完全不需要再炒 你就不要丟微波 丟微波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一款是我跟Ben的最愛 它有很多種口味 對 然後它就是標榜 它是冷凍炒飯 直接可以微波加熱 所以其實自己 對 自己用米製成的東西 我覺得在做變化的時候 第一個對於身體來講 沒有那麼多負擔 第二個是我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其實也因為有米股粉 讓我有很多很多種的選擇 所以像我最近手上 也有個案例 30多歲女性 然後他們其實居家上班很早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她的工作比較偏文書類 那金融類 所以她可能在政府宣布 三級警戒之前 她就先窩在家裡上班了 那每天就是 就肆無忌憚 每天叫外送 這樣吃著吃之後 一下也增加五六公斤 那想說那我就不要吃飯好了 她開始吃一些 吐司 然後配一些牛奶 然後再加一些水果 她就覺得說 我這樣吃得滿健康 而且吃吐司 我也會覺得有一些飽足感等等 結果反而沒有 她又增加更多 增加十幾公斤 所以她就趕快跑來輪門診 那時候就幫她剖析了之後 我就發現說其實 你應該要勇敢地吃飯 那其實我們現在台灣人 其實已經逐漸吃得越來越少了 我們平均常常會說 每一餐都要吃一碗飯 所以三餐應該要吃三碗飯 大概跟四十年前比起來 一年少吃的米量大概有四十公斤 那少了四十公斤的概念 大概是說我們現在 大概每個人 一天只吃1.5碗飯 還不到 就代表說奇怪 那我們剩下吃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飲食西化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去吃 一些麵包等等 麵粉類的製品 所以其實像麵粉類跟米食類的話 其實剛剛看到麵骨粉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來說的話 加工 就等於說 其實在這些穀物 像是玉米或者是小麥 他們經過加工的程序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可能還要再加一些油脂 或者再加一些糖類進去 就經過比較多的加工的程序 所以像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那個米粉其實你說 不是百分之百韓米量 可能是百分之七十 那剩下百分之三十是什麼 它其實加一些麵粉進去 對 它就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米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第一個加工的程序非常重要 對 那像剛剛第二個 其實小可剛剛也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膚質 對 因為其實現在會發現說 其實像我們亞洲人 其實跟那個歐美人一樣 其實很多人都對於小麥 還有膚質類這些東西 都會有些過敏 像其實的話 其實這些米食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少一些過敏的反應 那再來的話其實第三個 所謂抗性澱粉的部分 對 其實抗性澱粉 我們生活層面其實遇到蠻多的 譬如說像我們的香蕉 香蕉我們通常是放黃的在吃 其實如果說你是青色 綠色的香蕉 裡面抗性澱粉含得非常的高 像我們米的話其實就非常的方便 因為其實我們米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煮的飯 那飯其實大家可能會煮太多 像大家不喜歡吃飯吃不完 冰到冰箱裡面去之後 冷凍之後 或者說冷藏之後 它的抗性澱粉比例會增加 那抗性澱粉呢 其實你吃到身體裡面去之後 它會有飽足感 但是它你所吸收的熱量 會比較少一點點 而且它發酵之後 還可以給腸道的菌去利用 所以其實對於身體來說是蠻好的 那或者是說其實大家可以去超商 去買一些三角飯糰 飯糰它的 它是冷的嗎 也是冷的 對 所以其實它的一個 抗性澱粉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像剛剛這些米穀粉等等 所以我覺得說像大家 它有的人會喜歡這種麵條的這種口感 對 所以就像米粉 米餡 或者是說 我現在最近有看到一些 他們用米穀粉去做一些米饅頭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還不錯的一些 等於說用米去製造的一個來源 那因為的話 這些東西來講 它裡面的質量的澱粉含量比較高 所以它對血糖的波動來說 它不會像我們吃這些麵包的 一下就跳得非常高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一些有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來做使用 我覺得在這邊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去市面上買東西 就是第一個 產率 產率乙症 這非常重要 還有一些有機認證 所以我們去買米穀米 或這些米的一些製品的時候 都是需要看到這些認證 而且這些含米量 它才會符合我們一個國家的規定 才可以吃到最純粹的國產豪米 像我那天請工作人員 大企業也是工作人員 他就在我面前活生吃了七碗飯 可是他不會怕 因為他每天要出去工作的人 拉腹直到你扛這樣 你有留飯這種 以前在外面工作的人 三碗白飯也不夠補充他 對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那麼大量 所以一天就一樣是說 只能到八份就是你 八份就是兩碗 身體的任何變化都不能互死 因為我們不要再聽到說 假如骨 那都是很後悔的事 照顧自己的身體 要隨時檢查自己的身體 謝謝大家 謝謝